第488集 死亡 新生 3 北风的灵魂意识接收着属于吕青天的记忆 对比起北风的灵魂来说 吕青天的灵魂太微弱了 是已就算是接受了吕青天的记忆 对于北风来说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不会因为接受了吕青天的记忆 就让北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如果吕青天的灵魂比之北风弱不了多少 那么融合之后 北风倒是有可能成为集合两个灵魂 而诞生出一个全新的人格 但现在这种情况之下 北风只能够静静地调理一段时间 就可以不受丝毫的影响了 在进行对吕青天的改道之时 吕青天这些年服用的无数药材 与丹药沉淀在体内的药力 直接开始从身体中释放了出来 随着北风的灵魂 与这些身体的契合度越来越高 北风的灵魂也开始无意识地 控制这具身体 开始运转起了法天向地 天末星的面积是地球的百倍 而灵气的浓郁度呢 最少也是地球的百倍 虽然和很多的修炼大星没得比 但是对比起地球的天地灵气的浓郁程度来说 却是好了太多了 在吕青天的三个儿子吵闹的时候 一股股天地灵气 开始向着不远处的吕青天的身体之中涌入 怎么回事 这么庞大的天地灵气 这是父亲要突破了 明明大限已至 却是不甘心就这样去死 想要做出最后一搏吗 在场所有人瞬间安静下来 紧张地看向了躺在床上的吕青天 朱眉的脸上充满了错愕 神色阴沉 这老不死的 居然还想要突破 爷爷一定要成功啊 吕不悔则是一脸的担忧 父亲年纪这么大了 已经到了大限 想要突破太难了 九死一生啊 吕良忧心忡忡 但是现在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 大量的天地灵气 源源不断地涌入北风的身体中 如同一个无底洞一般 这些灵气绝大部分 都用在了改造肉身之中 无数的细胞快速地分裂 以往一些暗伤也不断地修复 一些腐朽的血管 一点点地被阔开 脸上的皱纹 也一点点消失不见 身体在慢慢地向着巅峰恢复 最后 浓郁的灵气 直接形成了一层层迷雾 直接把北风包裹在其中 让人看不真切 不应该啊 奇怪 哪怕是突破到 百年镜第二层 也不应该引来 这么庞大的灵气啊 孔全难难自语着 这阵仗哪怕是突破 百年镜第三层 也没有这么夸张吧 吕白玉想了一下 开口说道 可能是父亲的底蕴 太雄厚了吧 从我懂事起 父亲就是风雨无足 每天都在修行 进行药育 到如今 父亲已经92岁了 恐怕没有几个人 能在百年镜停留这么久 孔全点了点头 这难道 就是后急勃发 也只有这么一个解释了 但是能否突破 孔全却是不怎么看好 年纪越大 想突破百年镜第二层的难度就越大 因为年老体衰 气血枯竭 更别说是以92岁 大县将至的高龄 想要突破 困难无比 众人离开了房间 退到了外界 而海量的天地灵气涌入 让这一具身体脱胎换骨 大量换死的细胞 衰败的血液 都是顺着毛孔排放了出来 一点点的碎骨渣子 也是不断地冒出来 这才是真正的脱胎换骨 而脑海深处 无数的灰色雾气组成了一张大网 链接了这具身体的每一粒细胞 每一个角落 而后一根灰色雾气的源头 瞬间撞入到北风的灵魂之上 轰露 如同混沌初开的第一道惊雷 在北风的脑海之中炸响 北风的灵魂之上 赫然出现了无数密密麻麻的纹路 与这具身体上灰色的雾气所形成的纹路完全一样 北风的灵魂瞬间迸射出了一道道灰色的光彩 而身体上的每一个角落上 也出现了无数的纹路 身体上的纹路 与灵魂上的纹路 一明一暗 交相呼应 原本在脑海之中 沉沉浮浮的灵魂体 瞬间睁开了眼睛 外界屡青天的身体 眼皮一颤 而后默然睁开 一道道微弱的电弧 在北风睁开双眼的一刹那 出现了北风的眼前三寸处 这是精神与灵魂达到了一定高度之后 外放的表现 为之虚空生电 这异象只出现了片刻 而后消失不见 眼神之中取而代之的则是迷茫 一股股属于 屡青天的记忆 冲击着北风的脑海 无数画面在北风的脑海之中闪过 但是北风却如同一个局外人一般 看着这一切 这也是北风的灵魂够强大 如果灵魂不够强大的人 光看到这些画面 可不像是北风这样如同看电影 而只会沉入其中 把自己当成了屡青天 重新经历一遍 屡青天经历过的事情 我活过来 损失惨重啊 还好小黑天呼吸法 开辟出来的心巧都存在于灵魂之上 就算是法天相帝修炼出来的法相 也并没有消失 这颗心巧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会孕育完成 邪恶本源也对我完全没有影响了 北风的眼神之中 迷茫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平静 如同一潭深不见底的泉眼 检查了一下之后 难受得想要吐血 自己的空间戒指早就毁了 那里面可是自己全部的家当 还好小黑天呼吸法 与法天相帝 辛辛苦苦修炼出来的 法相与星神还在 而且还解决了 邪恶本源这个大麻烦 天目星 通天塔 有趣 北风喃喃自语着 越看脑海之中 屡青天的记忆 双眼月亮 这里的舞蹈 比这地球繁荣太多了 百年近四层 按照地球的舞蹈境界来划分 百年近一层巅峰 就相当于宗师巅峰 百年近第二层 就相当于先天境界了 至于第三层 应该是宝丹 第四层是虚谷境界 而这个世界人人习武 但百年近一层 却是占据了绝大多数 不过这个世界 不只有百年近 还有千年王 北风喃喃自语 虽让北风在意的 则是通天塔 每一座塔中 居然都隐藏着一片 广茂无边的空间 北风稳定心神 通天塔来历绝对非凡 不管这通天塔 只是一个传送阵 还是真的在塔中 开辟出来这样一片空间 这些对于北风来说 还太远 当务之急 就是尽快地 恢复自己的修为 北风了解到这些信息之后 有把握在一年之内 恢复自己全盛时期的修为 不可思议 不准备